第37题 假一两灯泡连接成右图的电路图 若假灯泡的电阻为10欧姆 以灯泡的电阻为20欧姆 电池电压为12伏特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题目问到了灯泡的电流及灯泡的电压 那么我们上课时候提过 电的算法做法有很多种 那我们只会挑其中一种来帮各位讲解 那么现在呢 通过假灯泡的电流 就是通过以灯泡的电流 就是总电流 因为假以两个灯泡是串联的 总电流跟分电流相同 如果我们要算总电流 就要带总电压就要带总电阻 现在假的电阻知道 以的电阻知道 我们就可以求总电阻 电阻串联的时候 总电阻值是两个相加 所以总电阻就是我们的10欧姆 加上20欧姆 总电阻有30欧姆 根据公式呢 R等于I分之V 我们的总电阻是30欧姆 我们的总电压是12伏特 所以算出来电流是电流是30分之12 也就是0.4安培 所以总电流是0.4安培 也就是通过假的电流是0.4安培 通过以的电流也是0.4安培 所以选项A跟B都是错的 再来我们要去计算 我们的假以灯泡的电压 公式还是一样 叫做R等于I分之V 那么我们假的电阻是10欧姆 通过的电流是0.4安培 所以他的电压呢 就是所谓的4伏特 所以通过假灯泡电压是4伏特 所以选项C呢是错的 那么一样是R等于I分之V 那么我们现在 以的电阻是20欧姆 我们电流通过是0.4安培 那我们的电压算出来就是8伏特 所以呢选项C说 我们的以灯泡电压是8伏特是对的 所以第三期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以灯泡两端的电位差为8伏特 优优独播 我们下转了